在这一万个数据当中 我们看 下面咱们又做了这么一件事 哎呀 下面咱们先等于一个 Full Immigens 还有一个EN Immigens 还有一个NM Immigens 这些啊 都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的意思啊 就是说 刚才啊 咱们在算法框架的时候 也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 咱们啊 整个的流程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在做的是第一阶段 那么第一阶段呢 你也可以分成三个小部分 是吧 比如说你全局是一部分 你这个鼻子和眼睛 可以做一部分 你的鼻子和嘴 也可以做一部分 那么在咱们代码当中啊 咱们就这样体现出来了 哎 做这么三部分 然后呢 每部分啊 有各自的坐标值 对吧 所以说呢 咱们啊 先写这么东西 其实啊 通过我的实验来看 就是说 第一阶段呢 你做不做这么三个事 做这么三个事 和啊 你只做这么一个全局事来说啊 对最终的结果影响啊 并不是很大啊 如果说 大家觉得 没必要把第一阶段 再分成这么三个小阶段 咱们第一阶段 直接做这么一个全局的啊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 我也是实验过的 做全局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咱们啊 先从完整的角度啊 给大家都列出来了 咱们来看 接着往下看 就是说 咱们刚才啊 对于这个data里啊 是不是每一个data啊 它都包含了这三部分啊 ImaginePath Bbox 还有咱们这个landmark 是吧 咱们已经把landmark 做了一个改变了 那么下面呢 咱们来看啊 第一步就是说 咱们把这个tst啊 处理完之后啊 咱们第一步就是说 咱们借助这个cv2 这个啊 opencv这个东西啊 咱们先要把咱们的图像啊 读进来 我们看啊 这个cv2.imgrade 就是说 把咱们的图像读进来 这里啊 做了一个改变 加上了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看啊 加一个参数 叫做grayscale grayscale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读进来的是一个灰度图啊 因为啊 这个 因为我这个虚拟机的性能啊 它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 大家就是说 读彩色图和读灰度图啊 都可以 在这里呢 我是拿这个灰度图啊 给大家举例子了啊 就是说 对于一个实验项目来说啊 灰度图和彩度图啊 最终使实验结果差不了太多 但是呢 灰度图和彩度图啊 咱们这个整个算法运行的速度啊 更快一些 所以说啊 这里我就选择了 读进来一个灰度图 我们看 这就是读进来一个imagine啊 它就是一些啊 像素点组成的这么直 然后呢 咱们额色的一下 额色的意思啊 就是说 确保咱们读进来的东西啊 不是空的啊 这里咱们打印而直至啊 咱们正在处理某一个文件 咱们来看 接下来咱们咱们怎么处理的 对于咱们读进来的这么一个文件 首先 我先把它的一个FBOX找到了 就是一个FBOX 就是这个BOX啊 指的是咱们这个人点 是吧 我们看 这个-0205和1.05 还有-0205 还有个1.05 什么意思啊 咱们打开看一下 不用打开了 打开这个 还是打开看一下吧 这东西啊 其实很简单 来看一下 其实呢 它没做什么事啊 我们看 就是加上了 每行啊 都加上了一些额外的东西 额外的东西呢 这些额外的东西啊 就是咱们传进来的 这个-0205 还有1.05 其实啊 画一下大家明白了 这行代码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首先呢 不是啊 根据咱们这个GroundTools 找出来这么一个框嘛 但是啊 咱们就是说 发现了一个问题 GroundTools啊 给出来的 就是说 咱们这个Label文件里啊 给出了这些框啊 框的都比较小 是吧 可能啊 有些框 框的小一些了 咱们这里啊 稍微给它往边界啊 扩充那么一点 我们只给它往边界啊 扩充那么5%啊 比如说 这个A是原始的 这个B呢 就是外圈 我们对这个A啊 将再往外扩充一下啊 一般来说啊 咱们希望 往外扩充一下 让咱们的这个网络啊 它的输入更大一些 咱们先往外给它扩充一下 扩充一下 主要原因啊 就是因为 咱们这个Label数据里啊 给出来的这些 Label值啊 它框出来的框啊 比如说框出人点啊 太有点有比较小 相对来说啊 所以说 给它往外再框 扩大那么一点 使得呢 咱们的框啊 看着更好一些啊 就是说 做了这么件事 其实这件事啊 完全可以不做啊 大家不喜欢 给它注视料啊 也没问题 下面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我把人点要裁剪出来 我们看啊 Imagine是咱们刚前 IMG 是咱们刚才啊 通过CV2 独键的原始图啊 独键原始图 就是说 这样一张整图 然后呢 咱们啊 可以通过这个Fbox 它的一个Top 还有Bottom 以及呢 Left和Right 就是说 咱们的Box里边 指定了这个人点框啊 一个上下左右 咱们可以通过 这个人点框啊 把咱们这个Fface啊 给它截出来 那么这一步啊 就是给它截出来了 那么这里啊 其实还有一点 给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 OpenCV啊 读进来的一个数据格式 是什么样格式啊 它是一个 先H再W的一个格式啊 就是说 H代表的是 它的一个 H代表的 就是说 它的一个数 W代表是 它的一个横啊 就是说 咱们在代码当中啊 我们看啊 这里截的时候 怎么截啊 先是从Y的范围上 去截是吧 从Top到Bottom 从上往下 然后呢 咱们再从左往右 也就是说啊 OpenCV读进来的结构啊 是一个先H再W的 所以说呢 咱们截的时候啊 也要按照一个 先H再W啊 进行去截 然后咱们截完了之后啊 咱们接上网上看啊 这里啊 我又做了一个操作 咱们来看 这里做了这么一个操作 就是说 咱们的数据啊 现在有一万个样本 一万个样本啊 其实不算多 也不算少 一般情况下来说呀 咱们在做数据预处理的时候啊 肯定要加一个事儿啊 叫做数据增强 咱们来说一下 做这个数据增强啊 就是说 比如说 对于这么一张人脸的图像来说 这个人脸就在这儿 人脸不在这儿吧 这是一张整个图像 这是这个人脸括 比如说 这个人脸在这个位置 咱们给他要做一个数据增强 就是说 对数据啊 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使得呢 咱们原来样本数是一万 是吧 咱们现在啊 想给他做个翻倍 哎 我想把你一万个样本 给他做个翻倍 给他翻成两万个 行不行呢 哎 很简单 咱们来想一想怎么做 其实最简单的这种做法 咱们可以做一个水平的翻转啊 注意这点 是水平的翻转 一般来说啊 咱们对翻转 也是只做这么一种水平翻转的格式 水平翻转呢 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照镜子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A图啊 对他做一个水平翻转之后 他就得到了这么一个B图 哎 B图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吧 咱们来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咱们是怎么来做这么件事的 首先啊 就是说我这里啊 直接读进来吧 我们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看有一个flip函数 咱们直接进去 进到这个flip函数 在这个flip函数里啊 我是借助了opencv这个酷啊 用这个酷 就是说opencv cv2.flip一下 就能对咱们这个face啊 做一个选准 做一个水平的翻转啊 注意这点 咱们是做一个水平的翻转 咱们不做一个数值的旋转 就是说沿着x轴去 沿着x轴去翻啊 这个事 翻转完之后啊 哎 就是说一个翻转 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咱们这么一行代码 就得解决掉了 那么翻转完之后啊 咱们要做什么 咱们来想一想 哎 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回归的任务啊 如果说对于一个你分类的任务来说 你翻转完了 这个物它是零类别 还是这么一个零类别 没有变 是一类别 还是这么一个一类别 没有变 对吧 但是啊 对于这么一个回归任务来说呀 咱们是不是要预测一个给定的label值 也就是说预测这些关键点的位置啊 那么咱们来看 对于A图来说 哎 咱们这个label值啊 是咱们这个TIT上给定的 它都是一个准确的 那么对于这个B图来说 咱们是不是之前的关键点啊 还是在这个位置呢 咱们是不是要把坐标值啊 也进行一系列的变化呀 也就是说 咱们在做这个数据增强的时候啊 一定 一定不要忘了这么一点 在这 在咱们把这个图像翻转完之后 咱们要把坐标啊 也进行相应的变化 咱们来看 咱们之前 就是说这个点相对于这个框的一个坐标 是吧 哎 这个X和这个Y 那么对于W和H来说啊 都是一样的 咱们可以不考虑这个W和H的问题 我们看啊 这个点在这里 哎 离这个 离这个左边是一个X 离上边是一个Y 那么它翻转完之后呢 翻转完之后啊 它是不是就是说啊 比如说咱们拿这个鼻子来举例吧 鼻子离这是X 离这是Y 离它呀 翻转完之后 就是说离右之前是离左边是X 离上面是Y 那么翻转完之后呢 就是离右边是X 离上面是Y了 那么咱们刚才说啊 就是说咱们不是做了一个皈依化吗 怎么皈依化的 除上了这么一个W是吧 除上了这么个W 使得呢 咱们的一个范围啊 是从0到1之间的 那么之前啊 它是X 那么现在翻转完之后啊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1-X了 对于X来说 它是1-X 对于Y来说 咱们一个水平的翻转 Y还是不变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B图来说啊 它的一个新的坐标值 就是1-X和Y 那么咱们啊 对于这样翻转完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在代码里 也要体现出来 坐标的一个变换啊 我们看 这行代码 这个1-X和Y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要对咱们翻转完的图像 进行一个label的处理 咱们label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啊 这里啊 对于每一个label的X值啊 咱们都要做这样一个变换 然后下面这一步啊 是什么意思啊 下面这一步啊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不注意啊 就是经常忘 我们想之前的左眼睛 是在这个位置 咱们想咱们在镜子里 咱们是不是说 你做了一个翻转之后啊 你的左眼睛就变成了右眼睛 你的右眼睛就变成了左眼睛 还有这么一个事对吧 那么这里还有个嘴 你的左嘴角就变成了右嘴角 右嘴角就变成了左嘴角 所以说啊 咱们翻转完之后啊 咱们还要做这么一个事 就是说咱们要把左眼睛和右眼睛 调换一下 左嘴角和右嘴角也调换一下 不要忘了 就是说咱们翻转完了 还有这么一个事啊 所以说啊 这两行代码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要把左眼睛和右眼睛 调换一下 以及呢 左嘴角右嘴角再调换一下 那么调换完之后呢 咱们把反回这个 反回这么flip完的啊 就是翻转完的一个图像 和它的一个标签值就可以了啊 就是说咱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函数 完成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翻转操作 这种方法 咱们是最聪明的